师尊喜欢讲下话 先讲下话好了 有几位老师呢 坐在一起交流 有一个老师说 我有个学生啊 每次都在班上 都是倒数第一名 倒数第一名 那么毕业典礼的时候 这个老师给他的评译 就写给他 成绩一直很稳定 成绩一直很稳定 他每次都是倒数第一名 所以成绩还是蛮稳定的 另一个说呢 我有一个女学生 男朋友已经换了好几个 这个老师给他的评译是 善于宜人相处 善于宜人相处 这个老师的心地就是很好的 师尊的心地其实也不错 也不错 我属于这样子的老师 师尊的心地还是可以的 总是为别人想 不为自己想 有时候想想 反而是自己错误比较多 别人是对的 师尊反而是错误 这个师尊有错 你们不要学 学师尊对的就好 那么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回来的时候看到大家 每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这个很有进步 每一个人都是一级棒 一级棒 这个 一级棒 大家将来都是一级棒 谢谢